我的成绩不好 常被父母唠叨 每天都是书本 对了烈火燃烧 小学岁不知道 那笔记做了洗手 千刀MP3MP4都想要 我是火药 不能爆炸不能燃烧 班级是超人 我是超人的脚 我是火药 我要爆炸我燃烧 是过了洗澡 变成的脚药 为什么开始了 就要每天七点钟起床 我这样做了 就成冰家了吧 八本十个二十五十六十八十一百 这么会写作业 要不把我的作业也做了吧 我介绍我们帮话给你认识 我的成绩不好 常被父母唠叨 每天当着书本 对了烈火燃烧 小学岁不知道 那笔记做的洗手 千刀MP3MP4都想要 或是火药 不能爆炸不能燃烧 班级是超人 我是超人的脚 我是火药 火药包炸 我燃烧 我是过了洗澡 变了洗澡 雨火药 我都洗澡管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 是有多么不一样啊 开学这样的噩耗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他们把当成要打仗一样兴奋 我们不是另一个前台 把生生力 打开去 有些惊喜 忽然变成了 惊恐 还有些人 他们觉得好像做了六合彩 谢谢小鬼 终于要累的没有之间经历 说我们顶嘴 开学 真是个很人道的发明 还有个别度假归来的人 突然人生被点亮了 Oh my god 原来我们家对面 帅哥如云啊 妈妈 你怎么不早一点 把我从外